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今晚就一如安排 今晚就講講通脹 高息 然後就是弊而哉 拜集會是今日舉行的 但我錄這段影片的時候 應該還未有結果 還未知是怎樣 因為要5點多才可以幫我錄 是4點多的 所以 未知 而且我也等我明天才說 我估計沒什麼好說的 其實很坦白 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甚至是看看會不會有很差的結果 所以不如先找數 今天我們先講一下 因為上個星期 那份通脹的報告一出 通脹預期是8% 誰知出到來10月份通脹只有7.7% 市場興奮到震 終於搞定了 於是整堆錢全部衝進去 於是又成功地踢動了 市場又推上去 市場興奮 而且持續了兩三天 因為這個興奮的數據 持續了兩天 今天星期一 現在美市未開 美期看起來OK的 但港股就已經開始沒力了 今晚再看看會怎樣 因為現在未錄就未知 但是反彈可能還可以有多一點力量去反彈 我想去到4100才是最硬的阻力 因為4100其實要撞下降軌了 那到時才說 我想他會利用現在的momentum 再升上那一節 而且到時直播率 或短的直播率會高很多 現在的直播率不夠 看著Wix你就知道這些不夠 要Wix再散得低一點 那直播率一夠 我想那些錢又會掉回 然後再轉換位置 好的 那我們先討論通脹 那份報告的CPI Overall 7.7% 這是連化來計算的 當中其實幾樣東西是升的 通脹也是升的 當然它可能升得 有些就高於預期 例如租金 租金是貢獻了一半的升幅 另外一些高於預期的升幅 例如能源 能源也是 但能源當中石油高於預期 但是天然氣 反而是跌了 天然氣價沒有預期那麼高 比上個月來計算跌了 即是升少了不是跌 而食物也升了 另外就是除此以外 如果 如果再看一些下注 哪些有升呢 這個租金 這個能源 最主要是石油 食品 食品無論是買回來家裡煮的 還是在外面用餐都是升了 然後 新車 升了 出車的 汽車保險也是升了 出外旅行 不是出外旅行 應該說是 去玩 去享受的 也是升了 另外 Personal Care 也是升了 哪些是跌了呢 跌了的就是 舊車 舊車的價格 跌了 醫療保險跌了 不是醫療保險 Sorry 應該說是醫療用品跌了 三副鞋物跌了 以及最重要的是飛機票 也是跌了的 這幾樣東西 隔著顯示 一半開心一半不開心 所以一半開心一半不開心 開心是哪些部分呢 如果 以最佳的情況是什麼 最佳的情況就是 機票跌 但是出去享受 去玩是升的 出新車是升的 新車升就連汽車保險一起升 這些東西通常都顯示 消費力還有在 AMIS 現在這種通脹環境 起碼個人的收入應該是頂得住的 因為如果頂不住 你是不會走去玩的 亦不會走去出新車的 你出得新車 如果多人搶著出新車 你的價格才會升 而AMIS 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出行已經開始回復正常 因為之前 飛機票 之所以貴 包括物流運輸費貴 因為物流很多東西 物流運輸和飛機票 供應是不足的 班次是不足的 所以 人次亦不足 所以要起價 如果不起價的話 你想想一架機 如果得坐三成滿的話 但是一架機 由你機場起飛到另一個機場下 無論是機場租的集口費 油費 機倉服務員的工資 飛機維修保養 在供飛機的每個月供的錢 那些是定的 那些完全沒得走的 完全沒得走的 所以你飛機半滿和全滿 那個價格攤分就差很遠 如果你之前好像長時間只有三成滿 或者五成滿的話 你攤到每個人頭 才會有那麼多的 如果不是的話 因為一般飛機 可能都要一半滿 或者甚至在最差的環境 連班次都少了的話 可能要到七成滿 才可以剛才叫問問 不然就在那裡洩水 如果是這樣 你飛機票不貴也有價 一定會貴 但是現在已經全部重開了 因為如果以美國來 已經全部重開的話 往來的人也已經再無畏懼 正常上班 正常去玩去飛 這樣的話機票自然會便宜 因為你攤的人數多了 飛機班次也多了 扣七、八、扣其他東西 因為飛機不飛也要維修保養費 飛機工會等要照付 機倉服務人員有些都要照付 底薪要付 即是出每一行的bonus不用付 有些底薪雖然幾元也要付 所以 如果飛機票跌的話 實際上即是 飛機服務大致恢復正常 而運費也是同樣 物流的運費 無論火車 無論是船運或貨櫃船 我在策略王都已經有討論過 和Henry一起說過 由二萬多元跌到二千多元一季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一些好事來的 因為 即是說 來自上游的成本當中 有一部份很大的一部份 物流 人流的成本已經降低了 降低了自然 留下了空間 給人消費 例如Recreation會貴 人們出行多了 消費多了 如果機票又便宜了 即是機票省了 省了剩下的錢 出行的 你可以消費多一點 即是說這些是叫好事 即是 實際上整個人的 一個消費鏈 裡面的價格分佈是正常的 即是現在 基本上 美國人的生活是恢復正常的 你才會說 我又敢買回車周圍走 買車多 你當然是 Motor Vehicle 的Infrance 也當然會升 這個也很正常 你現在不再怕 沒有人要 台價很正常 所以這幾個 理論上也是 幸福的通脹 理論上也是 另一件事 反而有意思 另一件事 有意思就是 所謂的 Apple Apple即是衣服 服裝跌是很正常的 服裝跌的價錢 不能算是一個很大的 原因就是 三副鞋物貴貴 一度轉季通常都會跌價 因為要清倉 而三副鞋物 一般性格競逞很多 無論是高檔的 中檔的 低檔的 通通都競爭 高檔都幾十多名牌 名牌也不止一個 更何況有人說 第一位 高檔的 那些TOP的一样是有竞争的 烦竞争 但价格很难升 通常甚至要降 因为你不打折扣找鬼买 所以Apple跌就反而不是一个很重大的意义 但有意思的是 旧车就反而会跌 这个也是 如果新车的价格会升 而旧车的价格会跌 也就是说人们仍然是消费得起 愿意去消费 你才会取得起 新车 而不是买旧车 你有能力买的买新车 因为旧车不要忘记 不只是扣折旧的问题 而旧车一般来计 那个维修是很麻烦的 维修保养 通常过保养期 如果你说要维修一下 去车房 或者你自己弄的话 买部份 尤其是现在 如果你说用车不是十几二十年前那些 而是十年八年前 其实十年八年前 或者五六年前那些车已经很电脑化了 很多都是有货币上去 根本你自己收也收不了 那些用车除非整二十年 但如果那些就烦到出汁 你经常都要维修 那那批钱更贵 更不值 不如买新车算了 如果新车上汇是可以的 同样地你想想 同样上汇 同样都是受利率 影响上汇也是贵了 但如果你的旧车上汇就不值 那批钱的折旧也很厉害 那批车的维修保养后面的支出也很厉害 同样都是供会季 我不如供新车好过吧 耐贵一点 所以这几个位置可以说是幸福的解读 因为幸福的解读的意思就是 人们还能消费得起 还能消费 所以还愿意 只要一重开 生活正常回 趋于正常 他们就仍然去消费 亦都因为这个就业市场仍然强劲 所以我想这个通胀向下调 而能够带来的好消息 最好的部分的解读 就不是因为它纯粹是通胀好像见顶回落 而是由这些迹象显示 人们的消费力仍然强旺 即是说它的薪水是足够的 它是消费得起的 所以才可以这样做 而且 亦都可以看到的就是 消费上面的价格结构开始合理 因为如果你看回之前 运费其实是很贵的 运费贵是因为整个物流云术全球的 除了全球性的 即跨国的 亦都包括国内 陆运 河流 车运 那些全部都是 不是在最佳的状态 因为之前整天封城 甚至鬼佬都有封城 就算不是封城 他们都自己不出去 有些司机又转了行 但现在 趋于正常 这件事就变成了 整个消费链 起码是有效率 有效率一般来计 价格就会趋于比较正常 连价格的分布都会趋于正常 所以现在看到就是 过了这个疫情 然后看回供费链 是正常的 是OK的 是发挥到效力 而现在的人仍然是消费得起的 这个就是个 有good side 亦都看到一些down side 其实down side 可以看到是租金 租金也是在那里上升 租金上升 首先要解释一下 因为亦有网友 多谢他们指出 因为 你要看不同的index 即是CPI和Zillow 有一个叫Zillow的index 是 就是Zillow的机构自己搞出来的 他就统计100万个homes 它是取第55-65% 即是正态分布中间的最多分 最多频率出现的 用的 价格 来做一个标准参考 以距离来说 租金其实已经回落了 但是不是真的呢 统计得多 用这个做法 OK 有它的合理性 但问题是 第一 那个数据是由17年开始到现在 早过17年就没有数据 变成了你很难纯粹用17年到现在的数据 用5年数据 每个月的数据你就可以断定 它一定是跑得比CPI的租金index 即是数据不够 第二就是 拿最多percentile 当然是合理 有它的合理性 因为 CG在那里 但其实 是不是有完全的代表性呢 所以完全代表性 有时代表性不是代表那个population 也还要看看可不可以代表这个trend 第55%到第65%的房子到底是在哪里 它是不是 是否价格的相近代表性质的相近呢 有些可能是在乡郊的 有些可能是在城市 而且可能是在乡郊的 如果是在乡郊的价格 就是在乡郊的价格 就是在乡郊的价格 很多时候不是很变 可能是在乡郊的价格 但是它的价格的变度不大 但是就变成了 不是代表着多数人住在城市里面 而城市的价格可能还是很高企 这个大家都知道 而且有趣的就是 如果你看回CPI index 它取得的价格是多数以城市来做核心的 如果以城市来计的话 城市的租金仍然在乡郊的 当然我自己私底下的调查 但是那些是不科学的调查 所以我说明才是一个 印象就是 以大城市来计 CBD地区 仍然在乡郊的租金 然后当中 甚至在大城市近一点 那些租金仍然在乡 而这些地方 通常租金的变幅 是一定比我们家鄉 所帮助到的变幅 所以我想 我们 两个数字 即是CPI和Zillow 摆出来的index 我都用了一种 即是保留一点 但是我们 用这个方式去看 租金仍然算是高企 至少都是高企的 就算我们不当他快速增加 他也是高企的 而租金高企 这个就比较稀 因为 租金除了是租屋的租金高企之外 包括办公室 包括店铺的租金仍然是高企的 而租金高企 问题就是 所以租金通常都是一年一签 一年连续 或者两年 两年签一次 即是两年review一次 变成他一加上去之后 一时三刻他是不会跌的 他是 某程度可以当作 lagging index 但问题就是 变成 就算 期货价 即是期有价 他会上落 甚至已经形成 downtrend 就不代表租金会形成 downtrend 因为租金 他定了 因为他也有一年 至少他也有什么一年的风险 所以他拉高了 打高了 没那么快跟着市场 去走 一点都不奇怪 假设市场 通胀已经见顶了 但租金就不会那么快跟下去 租金通常会一年 这个是一 即是说 租金起码一年高企 也会影响到企业的营运成本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看到那些人 还是有力消费的话 那个down side 其实那些人也是有人工 即是有那么多人工 但人工要拿来顶租金 顶完租金当然还要享乐 现在重开 周围去一下 要继续花钱 如果加上这个 一个 失业率是相对地 现在还是低的失业率 于是乎人工仍然会贵 他仍然可以支撑消费 但是他要贵 他如果人工不贵就不行 如果在就业市场 现在的职业率 只得了3.7% 你现在还要抢人 人工也会贵 这两件事加上 但是 直接来看就是 他会对于企业营运的成本 带来 大的压力 因为成本会贵 人工也贵 租金也贵 而且这两件事 他不是海鲜价 立刻上 立刻下 不是说你在美国 入油 油价真的海鲜 不得了 可以天天都不同 以前我在加拿大住的时候 天天都不同 而且每个油站都可以不同 跨过第二区又可以便宜一点 所以有时会特意开车 去到没雷工那么远 打破油缸 然后才回来 算是烧了一段都值得 又是比你在市中心 市中心贵到偶一 连租金也打进去 Anyway 这些是海鲜价 但是租金和人工不是海鲜价 都要跟合约 就算你是短期的劳动合同 或者是兼职 但如何计算的 都不会每个月变 至少请你有个期限都不会变 所以那些是不会容易下跌 而这绝对会影响企业的最终利润 升了上去 但是物价 仍然是 不算便宜的 现在升幅虽然在某些东西好像便宜了 但是 我都说你要剔走那个Apple 剔走 有些季节的东西 其实那个价格仍然是贵 即是高人工追 这个高物价 仍然是在这个阶段厌美元 一天高人工 追高物价 而失业率又未升高 企业就一定要捱这些成本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就是企业的利润 会逐步收窄 但是现在不会立即收窄得很急 亦有个原因是因为 那个 那个价格 在现在这个贵的价格之下 消费仍然有人支持 未至于萎缩得很厉害 因为消费有人支持 那些人还能消费 或者收入 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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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企业就很靠资本密集 资金成本都贵 三样 是最没得你谈的成本 全部都贵 其他有些 唯有要不就要炒人 因为资金成本都贵 就不能再 那么容易 招到钱回来 去烧 变了你就唯有实打实 一实打实的话 就真的要看成本做人 要看成本做人 永远就一定要炒的 office 如果做得太大的 又不是自己的物业 租回来 你就要减少租的地方 如果你说你不是资金物集 或者是资金物集 但好像是石油天然气行业 现在是好景的 OK 你也更好一点 因为你还有个价格 可以帮你去顶着 但是如果你国内仍然是 採取一个强美元政策 实际上 这个 石油价格某程度上 已经开始接近封顶 其实你可以估计 甚至除了偶然会打穿90元之外 可能90元就已经是一个封顶的位置 甚至如果再加息再加高一点 可能85元 甚至80元 就已经是一个封顶位 这样的话 连石油企业 还可否维持了一个 高成本的 还是要开始考虑省成本呢 还是要开始考虑省成本呢 所以 如果以这样 通胀有机会可能建了一顶 但是是不是可以 急速回落呢 在一天高薪 追紧 高物价 是未断这个周期的话 是未能够停 因为人还是要抢贵 而企业的利润 还是会继续缩 如果企业利润缩窄 而又想维持企业的利润 他就会炒人 所以 实际上一个很长的trend 当失业率高 你才有办法 可以搞得到通胀 某程度上 当然这条philips curve 不是下下中的 其实有位都不中 而且逻辑推理里面有些地方是有floor的 还要看你如何计算通胀 但是无论如何 一个很粗的想法 就是你不直到企业开始炒人 有人失业 也开始慢慢消费不起 物价才容易见顶 不然物价还未见顶 如果提供这个truth 我们就可以对于利润的情况 有一定的推论 推论是很直接的 推论就是 高的利润政策其实仍要延续 可能加息速度可以放慢 但是就不代表 现在加息 可以停 绝对更加不像 Cathy Wood 或者Elon Musk 说现在已经是通缩了 既然现在是通缩了 我们就应该要减息了 要什么 如果以Cathy Wood 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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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为例 他其实也有很大的conflat of interest 因为他炒的全部是capital intensive 而他本身作为一个fund house 他也是capital intensive 所以资金贵对他的影响就很大 但他当然希望资金成本便宜 他说的通缩就是 你看着资产价格下跌 当然在他眼中就像通缩 但是如果高人工追逐着高物价这个系统 是未断的话 你可以预见的就是只要你将 加息的力度一放弱 一减弱的话 他随时又再重新追逐 而且一追逐过的话 市场适应了现在这个水平的话 你还想他再 再加息加得再狠一点 如果不然就会长期停在一个高息 好像高人工高息去追逐的那个状态 那你说物价 贵架也有封顶的 加工也做架也有封顶 但是到了封顶的时候 就因为你什么都不做 由得他这样封了上去 就轮到企业会受不了 企业到时一受不了 突然之间 你不是在一个 预先安排好的 放缓 而是在一个 你的信号没有拿出来 而企业是疯狂投资 疯狂扩张 然后突然之间 一算下去 说不行 然后疯狂炒人 那个灾难的结果 比你现在的提早做定了一点 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也让企业可以预先做事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去到一个 没什么效率的扩张 如果要回复效率的话 其实多少要省成本 而省成本 甚至炒人 最终也会令人工不会再追逐上去 你才会破坏 而且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联储局 从来是不会理你股市 也都不应该理你股市 股市有股市的 行法 联储局要看的 是银行系统 而银行系统 你最怕现在 其实银行系统 很早已经恢复了 所以正常 就是做贷款的资产 已经比资产 一早已经升高 远远升高 这个证券资产 即是他的钱不是拿去避险 那些钱是拿去投资 但是如果是这样 在高通胀的情况 就会逼得银行 要么就要没有高的风险 因为如果通胀是8% 10%一年 那我的投资一年的回报要多少 如果我回报只有7厘回报 那我扣完通胀 我倒是3% 我的钱不值钱 那我这个投资不可以做 那你只能做一些很高风险的投资 可能我一年可以收两分息 大哥 收得两分息那些东西是什么风险 但是你不是的话 你怎么扣了10% 有一分息的实质的进账呢 那会鼓励了银行去冒险 或者去出述 出述就是 明明是两分息的风险 但是你不用各种方法 将包装到五厘的风险 于是乎大造特造 但是这种包装往往暗藏洶涌 暗藏问题 就像当年次案那样 一旦有什么事一爆 连环爆起来 对金融系统的伤害就很大 所以你不加息口 去打一个很清楚的讯号 就是大佬麻烦你小心点 不要乱投资 甚至就是麻烦你收缩 不是做到这样的话 市场未必会收 市场因为很坦白 市场是很现实的 银行当然要赚钱 如果你没有说给到够高的息口 按住的话 银行就照样乱按来 因为银行大家在斗业绩 CEO也要看着包装 如果你达不到标的话 你的包装很弱 你唯有要达标 你就唯有什么都要敢做 虽然你说监管可以加强 加强也有floor 一定有位置看不到 单靠这些加强是没意思的 最简单就是虎底抽薪 加息 甚至是减少一定的流动性 但如果两者之间 当然先加息就先減流动性 因为加息只不过资本贵 但还有流动性 还可以做到一个有秩序的撤退 以及有秩序的收缩 但如果加息 还要很急地減走所有流动性 市场突然之间没有 就真的会崩溃 到时就令到大量企业倒闭 反而不会令到通胀 降温 需求跌了很多 但供应也跌了很多 所以 结果的物价 以到时那种通缩之后 人工未必是适合 所以 比较好的做法 反而现在加息 但是 零件是逐步收 不要急收 但是加息就不能胡闹停 不能听了Cathy Wood的想法 联储局没有责任要保股市 也没有责任要保股市 联储局只有责任就是维持金融系统稳定 以及捍卫美债 美元也不是最重要的 美元升跌是由市场决定的 股市升跌由市场决定 但是美债要坚挺 要维持到它的信用 因为这是美国国本 没有美债的信用 如果整个美元系统一崩溃 股市又死 楼市又死 什么都死 所以Cathy Wood那些人听来都浪费 因为现在根本系统还没断 一天没断系统 一天都不需要 这么快说减息 或者不加息 而且现在还是负利的状态 现在通胀是7.7% 但隔夜息率才只有3.5% 比你加到上4% 又如何呢 加到上4.25% 4.25%又如何呢 4.25%和7.7%都还差一段距离 当然你可能不需要说 现在一口气打到上7%以上 但是你说下个月 可能你说来到12月 加上Christmas旺季 你打算让人消费好些 而且Christmas的消费通常都是 打折来消费 减价消费 所以可能又会好些 你当你 现在以4.25% 4.25% 来计算 你再加多0.5% 就是去到4.75% 你会不会去到6% 但就算跌到 也没那么快 再跌多0.5% 就是去到7.2% 7.2%和4. 4.5% 4.75%之间 不是 4.25% 和4.25%之间还有距离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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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4.75%之间还有距离 你还有一个负利的状态 负利的状态是会鼓励 那些人去冒险 而不是鼓励 去收缩 你的钱反正 收回来的钱 你不快点花费 你还差 你放在这里还会贬值 不如趁现在收到份量 立刻拿来拿来 你就是鼓励那些人去花费 即是需求继续大 这样的话需求继续大 会扯高通胀是一点都不奇怪 你按通胀如果要加税来按通胀 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加税其实是有 即是那种discrimination反为 是令到 广大 你要是你加税 税基最阔那一堆 即是你加 穷人的息 但是你加穷人的息 第一 政治上你不能过去 如果你要加有钱佬的息 越是有钱佬 其实是越有办法避 即是在那边避税 你加有钱佬的税 他就一定有办法避税 结果未必是可以得到 你想要得到的 加息也简单 加息因为那个传道 直接就推进去 银行体系 由银行体系 以私营机构 以市场方式去分配 以市场分配 简单 市场会得到的效率 一定比你政府得到的 因为在政府里面 太多agenda 太多利益团体 互相博弈 所以你未必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就是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 加息是应该继续 以联储局一向的 mandate 来计算的话 他不会理你股票市场 怎样想 他最重要是美债市场 要维持那个信用 美元系统稳定 金融系统稳定 不要积了太多 风险在那里 而且现在联储局 始终会参考 Greensbank年代的 相对松的 政策 而发现相对松的政策 构成了当年的金融海啸之后 我想他们会 双手持得紧 即是 转甲有什么事 搞到金融系统风险爆发 因为太旺 旺到最后乱做投资 最终整堆坏 爆了煲 他背着紧 而且还被人吊吊 就是 你不懂得吸取教训 所以几样东西 我估计 我估计联储局最多就是放慢加息的速度 但是 目标才是到5.5 甚至可以到6 我想目标是不会收 他也会看着如果下一次加0.5% 到底 到底 跟着CPI的反应是怎样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预先take a glimpse 什么是take a glimpse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 那个 那个叫10年的 用10年的国债 的知识率 减10年通胀指数国债的知识率 就是计算出来 就是一个预期通胀率 预期通胀率现在还是高的 而且一直在2.5%之间 这2.5%是完全是把很多的其他因素 篩走 最基本的 由银行的角度去考虑 这个是没算中间 这个只是算钱 钱是流动性高 中间loss的比率相对低 你不是像物流 所以物流只会比较更贵 就不会比较更便宜 以钱来计 一向应该也不止这条数 应该要再高一点 就是再低一点 大概2% 甚至1.5%到2% 这个甚至去到 回到06年07年 现在都还高过06年07年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告诉我 现在你就觉得可以值得减息 或者甚至 停止加息甚至减息 You are very wrong 有时间都未到那个位 所以我不认为联储局现在可以收手 它可以减慢这个速度 它可以看定一点 但是一看定这个风险就是在于市场会消化 一消化了 下一手你还想压下去就要下更加重手 就可能得不常失 所以0.5%我认为是先看着 但是我想 你已经开始摸到 那个物价会去成什么 如果那些人还是很有消费力 狂买 而减价 不用减到那么疯都能上去 那你可以预期的通胀就会在那 继续追逐互相 高收入追逐高物价 如果这个系统还在 通胀是不会点跌的 而这些通胀对于 收入不足的人就会是最痛苦的 而这个也是另一个动力 令到美国政府要做事 尤其是现在的民主党政府 如果共和党大胜 国会有共和党卡住 白宫的责任可以 某程度上射到共和党国会 但现在不是 起码参议院是民主党的 而现在的众议院 照计就是共和党 但共和党就算是控制 优势非常薄 估计可能是单数 如果218席的优势 优势的优势可能是 227席 或者225席 差不多 如果只赢得5-6票 实际上就会随时翻转 但如果是这样 对于拜登政府 你想射就没得你射 你不可以说这是一个共和党国会 如果民主党 还想 2024年选年任 通胀的问题 他就一定要与 就算是原材 即是原材 即是原材和 能力的价格 是跌的 跌也好 但租金和人工还在高水平 而这个 失业率又未升到 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可能达到6% 7% 怕且你不能破坏 通胀系统 如果不能破坏 你想说停止加息 就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这个也是值得 留意的地方 如果是高息 周期的还继续 下一水 就麻烦点 就是关于币灾 世界 Martha 特别的 即是 虚拟 Mike 有点 这回事 原因當然簡單得不得了 你的錢貴了 你的fee currency貴了 因為其實無論是crypto 黃金 白銀 其實全部都是拿來對沖 這個所謂的法幣 法定貨幣 貶值 而法定貨幣以往 直至今年 加息 即是進入加息周期之前 都是在一個相對低利息和充足供應的時期 既然價格又便宜 供應量又大 當然錢就不值錢 法幣不值錢當然是經常貶值 而且貶值到一個速度是讓人覺得 央行是沒有紀律的 央行是一味不斷靠錢來頂經濟衰退 既然這樣的話 人們對法定貨幣沒有信心 對央行沒有信心 對整個銀行看來沒有信心 任何逃離這個銀行體系 這一套東西的 物品 無論是黃金白銀還是虛擬貨幣 都會是一個選擇 所以因為那些東西可以儲回價值 所以永遠是跟法定貨幣相對 但是現在已經進入了加息和減水猴的周期 即是現在央行和銀行都重新認真對待 一向以來 過量供應的貨幣 因為減少這些過量供應 甚至連財政政策可能也要重新review 也要持續一點 如果是這樣的話 法定貨幣的價格自然就會貴了 相對的話 黃金白銀乃至虛擬貨幣跌 是很正常的 而當中虛擬貨幣 是一個未經受考驗的之前 從來沒有受真正加息 真正高息周期 先是高通帳爭 就是高息周期的考驗 未受過真正的考驗 所以他的行動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也當初他乳後春搬 2000多3000種虛擬貨幣 每個的行動都有點不同 因為太野蠻生長 所以當你 法定貨幣的價值重新回來的話 那些人優勝劣態 誰贏誰輸一下就能看到 所以你說 烈節廉有這些幣爆發 幣災 其實所謂的幣災就是交易所 就等於跟銀行擠提一樣 只不過那些交易所很多 你怎麼對盤呢 同樣的那種貨幣 就算Stablecoin Stablecoin已經說自己是有USD 去做這個backup 可能是一對一 可能是甚麼都好 但是當你全部人都走去 交易所說我要兌換美金的時候 誰提供美金的流通量出來呢 我想問 幣所就說有而已 我發行多少我就有多少 但是不是如果幣所真的那麼單純 我發行多少有多少 我買多少的美金回來 那那些美金他放在哪裡呢 他就這樣不投資 就這樣放在定存 就算放在定存你也要補充你 也補充不了 而且幣所那些 很多的交易所根本就不是交易所 你當作是一個沒有註冊的銀行 或者是沒有註冊的基金 他拿你的錢也是想一種方法來圈你的錢 然後再去投資 他用其他工具去投資 他才有利潤去維持自己的 利潤目標 以及維持他的問作 然後分多少給你 給個機會你繼續劃幣 你現在已經供應不了 錢沒那麼容易得到 那你那些人又發覺 錢開始值錢要補充了 那如果他還在投資 不知道什麼資產 他怎樣給你 他給不到你 那他就不斷 他就擠題 擠題就倒了 甚至現在爆了出來 很多都是被人私下挪用了 都不知道現在那些錢去了哪裏 明明現在的帳戶已經沒有了 被人挪用了 因為他根本都找不到街數 所謂的交易所就不是交易所 真正交易所就自己不下手 應該是對盤的 純粹 但現在怎樣對盤呢 是不是個個都是搶美元 不要幣 不要這些虛擬貨幣 那誰提供美元流動性 他又不是銀行體系 在這裏 這個銀行體系的不同 就是因為銀行體系 其實它對應的是經濟活動 和幣不同 幣不是對應經濟活動 幣對應的是一個數學活動 一個電腦活動 就是所謂的滑礦 滑礦很多時候是 滑電腦礦 就是解決一個數式 無論它是用 算力來做基礎 還是用記憶來做基礎 或者用什麼來做基礎 它都是根據一個數式 而這個不是一個實際的經濟活動 這個是沒有經濟活動 這個只是一個 電腦解題活動 你創造不了經濟價值 甚至還要消耗經濟價值 為什麼呢 你還要消耗很多電 就算不消電也要消耗其他東西 你消耗記憶 電腦Mac 電腦的RAM 本來可以用來做記憶其他東西 現在都拿來 當作是 劃幣的基礎 那你就賺品 沒有這樣的東西 你跟經濟活動對不上 那些活動是沒有意思的 那現在既然 錢 開始緊縮 那就是說 扔錢出來的人 一定要看過 看過度過 值不值得我扔 如果你的活動是沒有意義的 我為什麼要放下去 所以幣災很正常 而且是陸續有利 一段時間都沒完 當然比較強橫 比較信用度高 好像比特幣那些 可能可以耐捱一些 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名字 也沒聽過 那個流動性又低 另外一部分 如果一聽到 他們都說 那些公司會隨時把你的錢拿走 有些比較聰明的 就放在Cold Wallet 放在Cold Wallet 就跟那個系統 已經detached 但如果這樣就更加沒有利益 那你就更加死 那些沒有利益 剩下的那些 害怕起來 但又不想放Cold Wallet 又不想再維持 立即要熟 那就每個人搶 那你沒有美元給他 那怎麼辦 你唯一就是 比特幣可以買一些東西 但比特幣的價格浮動那麼大 你購買力的浮動也很大 那你買 那你是不是為了 不要浪費了比特幣的購買力 什麼無謂東西你都要買 但如果你是作為儲貨 即是儲價值 在高息周期下 你儲不了多少 除非你很便宜 有可能1000元買 1000元美金的 那個年代買的 那你沒所謂 你死好懶好 但如果不是 你是2萬元買的 3萬元買的 大哥你已經不見一覺了 那你怎麼辦 難道你不走 現在還要錢開始值錢 放在銀行可能有息收 放在比特幣也沒有息收 當然有某些銀行可以玩stacking 我放在一邊好像存款一樣 其實就是把採礦權讓人 租了給人 那些人拿著你的採礦權 挖到之後就給你一段利息 但這也是挖礦 不是正在對應經濟活動 那個價格是沒有反映 社會是在發生什麼事 就算是反映的反映也很間接 而不直接 反映到那麼間接 都是一個 沒有效率的地方 一樣會造成 如果全部都是這樣玩 會造成通脹 造成通脹造成無效率 而央行要維持 銀行體系的效率 唯有加息的話 最终一样回头就打沉了你这些虚拟货 所以币灾我估计是有很久的 但会不会影响到股市 因为有些公司可能会上市 相关的东西可能会上市 一打沉下去就连股价都沉了 甚至是拖累大股市 这个多少有拖累 拖累多少就不知道 连锁反应有多大也不知道 但是很久之前 我想一年多两年前 那时候还没跟Henry夹 还是第一次跟Henry夹 在《策略王》已经说过 其中一个观察就是 当你看到币市 即是虚拟股市开始转弯 其实股市 股市理论上好像已经见了顶 但我认为价值足够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风险 甚至可能 币灾加美国的房地产一起散 可能是 更加麻烦的事 那到底能否缓缓距离 这个就要看后着 未必一定只是关加不加息的事 你加息慢都不代表它不会 Henry Henry不缓距离 很多时候是看你的市场 到底有多少的 烂罐头在里面 而被人开了 令到市场恐慌 如果市场真的恐慌 一跌起来 可以很禁 可以未加进息就已经散 那那个不一到时 不能连加息 就算你联储局不加 你作为一个银行 你见到那么疯狂的状况 你都会自己加息 但既然已经 每家银行的 资本 和联储局 挂了进去的话 那你联储局当然要做事 所以没办法 这个加不加息 不是说一个 就这样几个家银行的决定 这是整个市场的共识 轮不到你Kathy Wood Eon Musk在这里 压制压租 说到你维持系统风险 即维持控制系统风险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anyway 这么啰嗦说 那个币灾就会继续 高息环境应该还会继续 所以各位自己看路 好 今天先说到这么多 多谢大家收听 欢迎大家comment like and share 和subscribe 遲些再谈 或者super thanks 好 遲些再谈 拜拜